小陈介绍 7月28日早上7点左右 地铁开班不久 五里敦站内的乘客还不是很多 当时一列开往武汉火车站方向的列车 马上就要驶离站台 他突然发现 一名6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 还想抢上列车 一个老年乘客 他就直接从这边然后冲过来 我吹口哨 就是给他一些警示 他当时是犹豫了一下 然后 然后他突然一下就开始扒门了 通过车站的监控视频 可以看到 当时列车车门已经开始闪烁关门提示灯 但这名老年乘客依然朝车厢冲去 此时 车门和站台屏幕门已经开始关闭 这名乘客还试图将门扒开 结果就被门夹住 他的手是一直在扒着车门的 就是说 他有可能就是说 没有那个力气去扒开车门 那么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就是他被夹在车门和屏幕中间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动车 动车之后 那就那个后果就 很危险 看到这种情况 小陈赶忙上前将他拽了出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名乘客开始发飙 挥拳打向了小陈 并且不断辱骂他 我把他拉下来之后 他是直接就说 就他就晚了一分钟 就说我为什么要阻止他上车 然后 然后就 朝我背后打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骂我 就说 我是坏人 我怎么怎么 保持客制的小陈并没有还手 立即通知了值班士 就在等待同事赶来的过程中 这名乘客登上了下一班列车 离开了现场 希望就是说 广大的市民朋友 就乘坐地铁出行的时候 就是说 宁等三分钟 不抢那一秒 京市直播记者报导